切尔西是曼哈顿西边连接中城和下城的地方 也是曼哈顿公认的优质社区 这里有非常多的世界级的建筑 高级的餐饮 以及时尚的夜生活 当然这里最有名的便是 Chelsea Market和高线公园 我们今天到Chelsea这个地方来 我们是和我们的地产嘉宾和意名 地产嘉宾的Chelsea Market和面所见面 因为我们要和她合作一支新的节目 她在这个地方曾经有顾过 所以对Chelsea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带大家一起来 Chelsea这边来看一下 大概说十分钟 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全程的 你带我们逛这个Chelsea 知道吗 对对对 小米小米今天还敢吗 对对 好久不见 一鸣你是过去是住在这边吗 住多久 我从2007年住到12月住了5年 这个地方感觉很像还是有点闹 有点常常 年轻人呀 年轻人喜欢你 对 我已经老了 我现在不喜欢你 Chairson Market 中文就叫切尔西市场 在第15阶和第16阶之间 占据了10大道到11大道的整个Block 十九十年末的时候 二十四的时候 因为这个厂房原来是 National Biscuit Company 也就是美国饼干公司 对 所以你看它这个墙上还保留了当年的那种 那种古旧的感觉 是不是过去的厂房就是这样子 一个大柱子 所以它就是把这个保留下来 但是没有把它拆掉 没有拆掉 是不是 这栋大楼建于1890年 原来是奥利奥饼干公司的前生 1958年奥利奥饼干公司从曼哈顿搬到了郊区 这个大楼就废弃了下来 到了2000年 这栋古旧的大楼被改建成现在的切尔西市场 走在市场里面 是日本也有 那你当时如果住在Chelsea的话 你平时买东西shopping会到这个地方来 不会到这里来 这个是游客来 这是一种情调 购买了整个切尔西市场大楼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说走完了 走完Chelsea Market 那我们下一年去哪里 海兰 海兰 我们去海兰 一开始最开始是1870年 那个年代我记得 1870年 1870年是他们放下第一条铁路是1870年 高县公园 High Lake Park 是纽约的又一个传奇故事 它曾经是1930年修建的一条铁路货运线 1980年工程生退 一度面临拆除 但是在当地社区的保护下 高县保存了下来 建成了独具特色的空中花园走廊 它不仅为纽约赢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还成为国际设计和旧物重建的典范 这一直可以走到上面 30斤 34斤 这个绿色是再加出来的 对 这边就是现在最火的Hartzener 对 Hartzener 所以我们现在上去看看 行 而且这上面的植物它都是挑过的 这个植物是可以互相好好的生存在一起的 对 而且听说是一年四季 各种各样的植物都要长青的 就一年四季你到这个上面来 你就可以有一些非常漂亮的植物 对 所以我是说纽约就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 这样的一个尝试 就是呀 当年听说把高线保留下来还是民间的力量 对 对不对 不是政府的行为 对对对 是民间就像你们当时 住在这边在这里 对呀 有这个远见 对呀 希望把这个 这条铁路给保留下来 因为切尔西市场和高线公园 切尔西成为纽约市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社区 从2000年以后 这里的人口增长了70%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过了八大道再往西面 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就是太天的地方 对对 就相当于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过去来讲 对对 十年前吧 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哇 八大道以西不能去 不是不能去 就是好像是这种很荒无人烟的地方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很大一个程度上 它要归功于高线公园的建成 大概把人气都带过来 对 对吧 而且现在高线沿线的这些新的楼盘 都卖得很好 那都是非常贵的 对 它卖的卖点就是说 我在靠近高线公园 高线公园 对 现在沿着高线公园 至少有29个大型的开发项目动工 这里被誉为国际知名建筑师的坐坊长廊 也是曼哈顿兜东豪宅的集中地 所以说Charlesey真正要走的街道 我觉得是这样的 Brockstone的街道 对 特别有韵味 对 而且这边的安全是很安静 对 所以你过去住的是不是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没有 我住在Avenue上 可是我出了门要去别的地方 我就会挑这些街道走 就故意往这个地方走 对啊 因为这样的话就有树呀 安静呀 实际上Charlesey最有魅力的 是这样绿树演绎的街道 老式的带有纽约特色的红装 或盔装建筑 独门独户 每户的门前 种有小树小花小草 窗内黄色温暖的灯光 现代的内部装潢 与外部古老的建筑风格相得益彰 非常有纽约的感觉 Charlesey成为曼哈顿最贵的优质社区 自有其道理